民進黨對於近日的瘦肉精事件 我們也表達非常高度的關注 也並且我們都有跟行政的部門 已經團隊在保持密切的聯繫 那因為現在年節將近 我們相信現在全國的國民同胞 都非常注重食安的問題 特別是近日的瘦肉精的新聞 大家也非常關注到底真相 什麼時候能水落石出 那民進黨我們也注意到 在今天上午食藥署也有召開記者會 針對在台中有驗出瘦肉精的這一個肉品的檢體 食藥署有做了複驗 那上面確實也再度複驗出0.001ppm的這個西布特羅 那同時我們也看到衛福部 衛福部以及農業部已經有在全台全國做擴大的篩檢 包含從不斷是上游的飼料端 下游的屠宰廠 整個產業鏈甚至包含擴大檢查 台唐的另外10座肉珠廠 總共採檢了餘下的289 289件的肉品樣品 相關的採檢是都沒有驗出瘦肉精 所以我們想民進黨的態度 我們是認為食安的把關是當前最重要最緊急的任務 同時也刻不容緩 所以為什麼會出現現在這個樣子全國289個樣品都查無色肉精 唯獨只有台中的單一件肉品有驗出西布特羅 民進黨非常的關注 我們也期待行政部門持續的追查源頭儘速釐清真相 為國人的食安的環境 安心的用餐環境來把關 小睡覺 510多種類可的電影 也很高興 按照 510多種類可的電影 嗯 670多種類可的電影 1 2 2 2 8